人數標迫了35萬人 面對龐大的壓力 侯友宜怒嗆中央 應該要全面放寬 篩養 視同確診 並且立刻給特效藥 這樣能夠救人命 中央為何都不做呢 他也喊話蔡總統 跟蘇院長不要再神隱了 到第一線才能聽到百姓新聲 新北染疫人數標迫35萬人 專家預估5月21號會達高峰 染疫達40萬人 侯友宜怒嗆中央 應該趕快全面放寬 快篩陽性視同確診 黃金旗立刻給藥救人命 別再浪費人力做PCR 在第一天給藥 你一個禮拜以後給藥 那身體的治療狀況完全不一樣 你為什麼不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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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拖到最後 開始產生中重症了 這個不對嘛 這個不對嘛 還怕了一堆人 在前面採檢PCR的量 這對嗎 小胤愛降酸侯友宜 愛表演 該直接打電話給中央 黃友宜貨大開跑 要蔡總統蘇院長別身影 到第一線看看基層慘況 心致打電話無事次 就是得不到任何的解決 請你應該下來 到第一線看看我們現在的狀況 要出來解決問題 這才是為政者該做的事 人無可忍共中央 不過新北沒讓高中以下全面停課 推給各校自主決定 讓家長貨大灌爆 新北臉書 痛批是讓孩子拿命去上課 新北教育局 乾脆關門打擊 新北極轉彎下週期讓七大人口熱區 像是三爐 新莊 中永和 半橋等等 通通改採線上上課 但還是有不滿聲音 這樣子劃分真的非常的滑稽 非常的可笑 而且病毒根本就不會看區域 歐莫恐強勢來襲 新北城一級重災區 從市長到民眾 承載滿滿的壓力和焦慮 記者余盛行 陳怡柔 新北時報道